李盈莹给自己打10分!央视记者激动听错!她说,满分10分吗?6、7分吧! 8月25日消息,今晚亚运会女排小组赛,中国女排以3至0横扫哈萨克斯坦四战全胜不失一局,提前一轮锁定B组投名晋级八强。 虽然朱婷第二局就被换下,但唯一场场打主力的袁欣月和小将李盈莹分别拿下14分和13分,带领女排轻松击败对手。 中国女排 今天,主教练郎平对于阵容做出了较大调整,主攻朱婷和小将李盈莹搭档打对角,副攻则是袁欣月搭档小将胡明媛,二传摇底取代了丁霞,接应攻翔于顶替曾春蕾,自由人王孟杰替换林立。 不过第一局最后,段放就顶替了朱婷,而第二局中段朱婷彻底被换下休息,主要成为替补球员和新人的表现机会。 作为唯一打满四场比赛的主力球员,袁欣月赛后谈到大幅轮换阵容说,准备会上郎道说了,不分主力替补,只有先上后上而已,来回调整阵容为了后面比赛做准备,也是为了锻炼每个队员。 对于轮换之后仍然发挥好的原因,小苹果说,大家都没有松懈,大家明白亚运会还没结束,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来。 对于今天发球接球环节,他说,发球还不错,攻击上贯彻得不错,一传还可以更好。 对于个人拦网表现,袁欣月谦虚表示,可以做到更好。 本场比赛,第二局比赛队长朱婷被换下,袁欣月是唯一全琴的球员,对此他表示,我是勤劳的小蜜蜂。 是不是不可或缺呢?我觉得朗导是给我更多锻炼机会,让我有更多机会感受比赛。 李盈盈今天第一次首发,他表示,赛前朗导告诉我,我有点小紧张,刚上来。 开局李盈盈一上来就发球,打后排朱婷前排,对此他表示,先上来朱姐前排三轮,让我从发球开始。 被问到从哪个环节信心打开了,进攻吧,我是进攻带动其他环节的攻守,希望把优势发挥出来,再带动其他环节。 对于既有打也有掉球,他说,头脑比较清楚,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掉球,所以打得好。 对于接一传的提高,之前北轮一个月我重点突破一传环节,希望比赛中发挥,自己尝试去垫球。 最后,央视记者让李盈盈给自己打分,满分十分吗? 记者一激动没听清楚,以为李盈盈自评十分,连忙夸奖道,真棒。 再接再厉。 结果李盈盈世话还没说完,如果满分十分,大概六、七分吧,主要不足是蓝网方面,自知方面做得不是太好,减少失误。 李盈盈 字幕志愿者 李盈盈 字幕志愿者 李盈盈